那後續葉磊的一個頭球其實也非常的棒 這一個球打到了在左半邊方向落地時形成的安打韓國隊 第六棒的梁湘銘敲出了他們在這一場比賽的首支安打 有機會 有機會 這一球 牽制得漂亮 因為這個位置實在是太巧妙了 前面幾次韓國隊的牽制都沒有讓中華隊形成出局